你能看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吗 很多人可能会以为是一台电脑的主机 但其实它是一款可以在户外使用的便携空调 让你即便在炎炎夏日也能享受户外 它就是正号的第二代户外移动空调 蓝2 它内置一台压缩机 前后分别是两个进风口 上方是一个冷风出口 还有一个热风出口 接上它配备的排风管 你可以选择在室外使用 这样会更加的安静 不占卧室的空间 也可以放在室内防盗防御林 相比一代 它的重量和体积都减少了20% 制冷功率却提升到了1500瓦 在我们的实际测试中 一顶四人帐 或者是车中泊这样十平方米走的空间内 它可以在五分钟把温度降低10度 即便是在大中午太阳直射的情况下 帐篷里面也非常的凉快 声音相比一代也降低到了40分贝 可能夜晚风吹储宁的动静都要比较大 除了风扇 制冷 二代还增加了炙热模式 相当于一个功率1800瓦的暖路 这点真的非常的赞 因为它一年四季都可以用了 每一种模式下都配有不同颜色的氛围灯 不得不说正好在审美这一块 拿捏的一直都非常的到位 续航方面 它选配的智能电池底座 容量是1159瓦时 可以让空调满功率运行3.5个小时 节能模式下可以运行8个小时 也就是可以开过夜了 这块电池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充电宝 有Type-C的快充接口 可以用它来充手机或者是露营灯 除了电池底座外 你还可以使用车载的低吸供电 很多商业营地 现在也都配有AC的试电供电 更硬核的玩家也可以使用太阳能板 再加上越来越多电车 现在都有外放电的功能 这些都可以让空调无线续航 想用多久就用多久 以前一直觉得非常鸡肋的手机APP呢 没想到在户外空调上面就异常的好用 不用下床就可以控制风力的大小 可以设置定时 也能远程的关闭 还有很多傻瓜操作 像一键进入睡眠模式等等 还挺方便的 总的来说 户外空调其实我们已经测过很多种了 只有这台蓝爱 让我第一次有一种 想要带出去的冲动 它的功率够大 续航也够久 重量和体积也控制的比较好 如果你是比较深度的露营玩家 或者是喜欢房车自驾的朋友 那这款空调也许会非常适合你